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是北京学生领袖之一 后来张国道跟随李大钊参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活动 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 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后来任中央组织部的部长 参加领导了二七大罢工 1932年张国道进入厄狱晚苏区 成为根据地事实上的最高领导者 后来他率领红四方面军长征 曾反对中央红军北上的决定 在卓木雕宣布另立中央 后又被迫取消 最后率步到达陕北 长征结束后 张国道受到了长期的批判 从而使他猛声了背叛共产党的意图 1938年4月 张国道成绩皇帝灵之机 逃出闪甘宁边区 投靠国民党 随后被开除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籍 张国道后来加入军统 从事反共特务活动 扇演了一幕中共创始人反对中共的闹剧 由于失去利用价值 他被蒋介石初步编原化 1948年张国道举家签到台北市 后来又移居香港 1968年移居加拿大 1976年9月9日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北京逝世 引起世界人民的关注 包括路透社 美联社